我知道我自己是一个密接 而且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密接 因为我们俩近距离接触的时间特别长 我的确诊几率在我心里有一个预估 我是能尽量的不去接触任何人 不想给别人填麻烦 近日居住在北京昌平区北七家镇 冠华院四区的感染者218 得知自己是密接后 立即向街道社区报备 并留在自驾车内等候通知 所设小区第一时间进行核酸检测 这一行为给官方院社区一行排查赢得了时间 14小时后该小区便解除了临时封空管理 该感染者回忆当时情况时表示 当时已经意识到自己可能已经感染 采取这样的做法也是自己应该做的 我是在22日的上午10点到12点当中 跟这个装修的工人在一起 探讨那个装修的一些细节问题 完了之后呢 在23日的时候 我是知道因为我没有联系嘛 我问他那个怎么样 他的意思就是他已经确诊了 那我的第一反应就是 我是一个密接 而且还是一个超级危险的人物 我知道了之后呢 我就是回到车里之后 就是一天一直到晚上的10点 我都没有离开过车 也没有开过车窗 作为公民的话应该这是应该做的吧 一个人在自家车内10多个小时 吃饭问题怎么解决 该感染者表示 自己白天没有吃饭 直到晚上才订了一次餐 全程和送餐人员无接触 我是白天是没有吃东西的 只有晚上5点的时候 自己订了一份肯德基 但是我是跟那个肯德基送餐的人员是无接触的 我让他把餐给我放到那个马路边了 他走了之后我去取的 一人独守车内十多个小时 换来小区的正常运行 感染者218的做法 不仅让许多网友点赞 和他同小区的居民 也纷纷称赞他为中国好邻居 我也在那个群里看见了这个信息 对我们小区没有任何的影响 我们现在生活都比较正常 也没有风控 挺为他这种行为点赞的 全国的每一位民众 我觉得都应该向他学习 确实是我们的一个榜样 一个是自我方控意识 和这个对周围百姓 对这个社区居民的防控 这个意识太强了 是我们大家每一个人 都应该值得学习的 关华院社区当委书记王松林 也对该感染者的做法表示肯定 王松林称 该感染者精准按照 北京市疫情防控相关要求 为社区防疫起到了 直观重要的作用 社区居民来电之后 我们第一时间安抚了来电人 然后也了解他的基本情况 然后从疫情防控角度来说 告知他做好个人防护 没有向外界进行接触 在我们园区一个角落 自行做这个隔离工作 目前该感染者高烧已退 没有不适应症状 正在医院休息 我是23号的晚上10点被疾控接走 接到集中隔离点 都很顺畅 我现在感觉跟平时正常一样的 没有什么感觉